你就按照它的步驟 一步一步的来从下一步 这是一个辨试区 所以现在要我们把衣服 放在这个辨试区上面 拿起旧的衣服回收 经过镜头扫描 材质辨试结果出炉 他告诉我 它是不是 不是百分之百的锯脂纤维 所以我就必须要把它 放在回收区的话 这边就是非百分之百的 这一套智能衣物回收箱 让衣服不仅妥善被分类 还能够开启衣物的循环旅程 其实我们一般民众 包含像是我们可能不是 服装产业上关的人 我们其实很难透过我们的手 直接去辨试去 他是不是要被一百分之百分之百的材料 那所以才会去设计这样的一个 还有利用咖啡渣制成的废料 再进化变成针织线 环保材质的针织线 变成透气又使用的运动衫 生活中其实也可以做环保 像我们的纺织品 那其实当我们不再使用的时候 它是可以透过回收再生的 那我们有呼吁我们这个制造商 从源头就应该多使用再生的材质 让纺织品可以循环 我们知道2050近年排碳 这是一个全球气候变成共同的重要的议题 那纺织品呢 它会带来大概有百分之四的 这样的一个碳排 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策展 让我们的全国的民众都能够 身体力行加入环保的行列 不管是废弃的线材 还是自销的回收面料 都可以环保永续 制作成实用的家具 2 1 我们掌声 环境部和教育部联手 在海客馆举办制造未来特展 特展将采用可循环的绿色设计 让观众从日常生活中实践资源再生 体验永续发展的重要性 废弃物的包含的是宝特瓶 或者是牡蠣 以及咖啡渣等等的部分 可以循环再利用 变成透气性的这样子的一个纱 可以制作成衣服 也让人非常惊艳 我们也期待我们的市民朋友 还有我们的民众 希望结合学校的课程 来增加我们学生的环保衣事 以及对于可持续运用的 这样子的一个理念 海客馆透过跨部位合作 推动绿色设计和永续时尚 也让资源循环再利用的理念 生殖人心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导 但是他们做的探